呦呼呼呼 孟老师封也好久不见啊 新赛季孟老师又打上了S1 上来的话建筑学 这边是已经将整个毒洞封住了 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勘探员 勘探员只能正面突破孟老师 他往回走的话呢其实是走不了的 大家可以看到勘探员这边应该也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说更多的应该是要找正面的机会去突破 就刚才的话如果说有机会就只能是磁铁吸一波往前冲 但是前面好像没有交互点感觉这一刀怎么地都得吃 不过勘探员走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他只能从孟老师这边正面走 这边是通过一个加速拉开升位 孟老师这里的话闪现还有14秒 前面一堵大墙 再一次封住了勘探员的一个行进路线 再一包 能逼出闪现就不错了 能逼出闪现就不错了 这一轮打完孟老师交出闪现完成击倒呢 讲道理这套阵容是有一定的翻盘能力的 有昆虫 有古董 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 这一波没有能逼出这个闪现 因为如果说能逼出闪现 因为如果说能逼出闪现 待会昆虫配合拥兵的救人 拉开一定的身位 拉开一定的身位 勘探员理论上面来讲 因为有这个闪现 真的没有这个闪现 我觉得穷者是有很多剧本可以写的 有很多剧本可以写的 在下一波的话 穷者还想要来救人 因为这一轮其实穷者这边昆虫也赶过来了嘛 那么讲道理 他们的密码机就落后很多很多了 再加上孟老师这边已经快要到二阶了 追一刀 打一刀 这边是感觉孟老师这个灰刀 有点奇怪呀 古董商这边想摸 还想打 能量上面来讲 这个点位昆虫 孟老师应该有在防 有在防 有在防这边古董商的一个OB 勘探员能走吗 这一轮的话 求生者是等于说是进全队之力了 昆虫也来了 拥兵也来了 古董商也来了 饱活了这手看探员 而且是一个没有闪现的风眼 但是孟老师这边提前封住路 好像看探员 有没有飞轮 有飞轮的 死铁坛 这里的话队友帮忙在封墙 这波差一点点啊 队友这里把这看探员给还了 那机会有 机会有 只是呢 求者现在密码机落后的很多 孟老师 有非常多的时间 就这波得是看 得怎么打出一个换挂节奏 就你单单延缓这边 孟老师 击倒挂这个看探员是没有用的 因为密码机差太多了 你得是打出一轮换挂节奏 而求者这边的话 其实道具快已经被清完了 古董商没有了 昆虫这边只剩一半了 那佣兵有也不不能给到队友 用这边的话还要起超频夹住了 这古董 哇 这样翻回去都不行 瞬间 折磨 用一个词叫折磨 古董商这边教自己 孟老师 往哪里呢 我看不见了 这边的话看一下 看探员 封住 随着看探员被挂飞 昆虫这边也处于一个倒地状态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宣布 这把孟老师应该是锁一个四抓了 古董商是教自己 道具也没剩多少了 外面还要来救人 还要来修机 而且这里的能量也不一定能清空 古董商亲了眼前的这一台 傭兵想救人 孟老师这里再一封的话 甚至可以交闪现过来的 这应该是最后一轮了 最后一轮的对抗了 傭兵 闪你 好 能救下来吗 不行 这边还有墙 不过 好像 一划 一划划两个 再划 傭兵倒地 昆虫还差 那么一下 再换一个能量过来 这里长墙封住 孟老师的超频 没有人能够逃出我的五指山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 也就接接尾声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来看梦境 拜拜